到超商预购振兴三倍券方便之外 也能省掉排队麻烦 三倍券要用纸本券还是数位券 民众怎么选也有各自考量 实体券吧 我觉得比较方便划 听人家讲说数位的优惠会比较多一点 要用哪种券民众各有所好 但根据经济部统计 三倍券目前的预约人数就有545万多人 当中纸本预购占了将近八成 只有两成是数位绑定 而纸本预购部分 选择超商预购的人数远远超过官网预购 数位券部分也是信用卡占大宗 电子票证和行动支付占比都没过半 就怕当初印制的1200万份纸本券会不够 再加上印制成本超过3亿 经济部打算找来银行和行动支付业者 共同商业再加码优惠 避免纸本预购比例越来越偏颇 用纸本要花这么多预算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用绑定的方式 好像很多人在用实体吧 那怕也印不够 印又要花3亿 我帮国家省点钱 就怕印制成本过高 花的又是纳税人的钱 相关业者也还在研议加码方案 就怕能端出更多实质牛肉 让民众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欢迎新闻林继祥 书国豪 台北报导 来看看